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琉璃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琉璃当头我是妍妍 就叫炸我神奇 好今天来到了8月28号星期四的早晨 也是这一天的天马行空 对其实也许是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有一个幸运的数字 但是我尤其对28这个数字 是比较感觉有幸运的成分的 对于自己来说 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是很特别的 你在生命中遇到过很多人 这些人如果跟你有特别关系的这些人 他们的生日差不多都是28号出生的 OK就所以呢如果还好不是如果 2月29的话就四年就一次了 那28还可以 是吧 好今天这个28号的数字就 让人联想到这些事情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当中呢 有一个新闻其实是我感同身受的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呢 是因为前些日子回到中国去嘛 当时我想用我的Gmail Hotmail去发一些邮件 但是我上网上不到 Gmail被block掉了 Hotmail被block掉了 只能上Yahoo 还有只能上一些中国的一些email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感觉 哎呀是不是现在 现在中国也把这个Gmail Hotmail也block掉了 同时呢你看像微软 我们经常用Google谷歌来搜索一些新闻 在中国差不多都是用百度来搜索这些新闻 那么呢 其实手机产品方面好像似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你包括苹果iPhone 他说自从他传出有资讯安全的问题之后呢 中国政府部门就带头弃用了苹果产品 也包括防毒软件 其实大家都知道防毒软件 它也是一个很具有危险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不仅是保护 它一方面的功能 它是保护你的电脑了 但另外一方面的功能 它是未所在的这个厂商 可以窃取你电脑本身的一些资料 所以呢这个防毒软件 这个中国官方也下令 禁止政府机关采购美国的这个是CMED Tech 还有另外的一个是俄国的Casper Sky 这两个防毒的软体 同时呢 其实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 进一步的东西升级到什么程度了呢 就是现在中国研发自己的一个操作平台 作业系统 现在大家都是用的Windows XP 或者Windows 8 就是Windows 各个Windows都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可能是苹果的 叫做那个iOS 是系统等等 但是如果说他们想要全面的 把国外的产品给取代的话呢 他们就要再研发一个属于自己的 算是电脑作业系统了 对 它成立了一个部门呢 最近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 操作系统产业联盟 它成员呢 高达80多个单位 涵盖的部分 包括产业界 还有这个学术界等等 他们就希望呢 研发出这样的一个系统 来取代依赖国外的这些电脑操作系统 那么中国研发的这两个新的 就是作业系统是什么呢 就取代微软的 取代谷歌的 还取代苹果的 这两个系统就是一个是叫红旗 另外的一个就叫做中标麒麟 两个一个操作系统 不过这两个操作系统 还是是在一个试用期阶段 正式推出还是在今年的10月份 是有望推出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取代微软的XP视窗的话 还是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取代掉 因为毕竟这个Windows的这个XP视窗 在中国的占有率达到90%以上 你要一下子把它取代了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这个可能对微软的公司来说 也是一大打击 因为在中国本来有这么多人在使用 那现在如果有了其他的这些 可能属于中国的品牌 而且或许有一些大部分 可能政府部分就强行规定 一定要用这个系统的话 可能在这方面呢 微软有很大一笔损失了 它不仅是它的一大部分的损失 其实对于这种 主要是来各个国家跑的这些人是不太方便的 像你在西方国家 或者一些部分的国家 它是用Windows的这个系统 你要到中国现在就是另外的一个系统 而且你这个系统是不是能够兼容 你用你的Windows系统是不是能上中国的一些 或者我用我的系统发邮件给你 然后你是否可以收得 在国外的可不可以收得到 对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啊 是不是给这些应该国际式的人是能够有方便呢 也是一个疑问了 不过好像我们感觉不太方便 这些科技让世界变得一开始说 变成无国际 大家好像在从一个地球村 什么互联网都能够达到 但是现在中国好像要自己独立一块 全部都用自己的东西 跟其他的国家可能就有一点点断节的部分了 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呢 还还在就是有一些疑问了 对这个新的微软系统 新的一个中国品牌的这些操作系统 有一些疑问了 第一个问题呢 他就是因为中国在研发这些作业系统的时候呢 是缺少研发资金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的这些中国研究的这些作业系统呢 有明显的一些缺陷 相比较Windows XP来说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就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占有率市场 在中国的占有率市场 Windows XP是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中国产业如果一向子把它取而代之的话 也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事情 我另外一方面想 如果是中国政府真的想把这个系统 自己去操作的话 他肯定有朝一日他会自己去操作的 他也不顾别人会怎么感觉 会怎么想 是很应该是 这方面应该是独裁的一个方式吧 但是他想试试他肯定就会实施掉 是就会一意故行 但是他实施的部分会不会包括香港呢 香港香港 会包括他吗 还是规定香港也一定要用这个软件 也许那就取决香港的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人员的感受了 或他们的一些态度了 如果他们想取代的话 也许也许有一部分的商人 我是这么想的哈 也许有一部分的商人呢 他们为了做生意 为了做生意 如果你不选择使用中国的这个作业系统的话 那么你就不是很方便的与中国大陆的这些商人去沟通 所以说你不得不被迫的去使用这些系统 所以经济还是很大的一个枪杆呢 是啊 但是在香港还是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事情了 其实是香港占中普选的问题又出现了 具体的就是现在在北京召开了会议 召开了这个人大的会议 对香港的普选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最后的决定也是以往之前北京的这个态度 就是由提名委员会 提名香港普选特首的候选人 提名之后再接受民众的普选 这是北京的这方面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泛民主派呢 他们有他们这方面的意思 他们说这个候选人也应该由民众普选产生 并且最后选出这个香港特区的特首 但是如果说两方面都不能达成这个协调一致的意见的话呢 中国这方面北京这方面就已经预计了 估计香港在未来的八月到九月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之前这些一些事情发生 是什么事情呢 之前有一些六四事件呢 发生很大很大型的一些事件 但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感觉上让人心里毛骨悚然的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事件发生 不可能是很灾难性的事件发生 但是这方面呢 这个泛民主派他们有一些行动了 如果呢北京这方面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话 泛民主派将会组织一些人员举行战争 那么这个战争发动的应该是突击式的行动 他不会事先准备好再发动 因为如果事先准备好再发动 他会警方就会知道 警方就会知道就是阻碍这个战争的行为 所以感觉像是要打游击战士吗 就突击这样子 然后警方可能要那个戒备当中了 对警方是如何戒备的呢 将警方呢将就在应该是这周的周二呢 他们将动员约七千名的警力 来处理战中的类似的一些事件 哇很多了 七千名警员 对 而且下令所有的这些警员取消休假 都要在那个standby的状态当中 这可能可以参考中国 中国在这方面很有效率 所以他一件事情都是两个方面看待的 不过这个事情会 大家会持两个意见 一方面的意见是大家 因为也许部分大部分的民众 在我们的感受来说 比较支持泛民主派的这样的一个提议了 大家进行所有的民众进行选举 选举出那个就是我们的特首的候选人 这比较符合民意也比较符合民主的一个过程 在另外一方面 我就其实联想到 昨天我们谈的那个公正党的话题了 公正党的话题 当时大家说 我记得当时的这位我们的嘉宾 刘德海先生他就说了 公正党的选举 其实要符合两个方面的意见 共同意见 一方面的意见是民众的意见 民众的选举民主选举 另外一方面要符合党内高层的意见 两方面的意见都符合这个候选人才 这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 一个被选举推上去的人 如果只符合了民众的意见 不符合高层的意见的话 那么似乎这样子的事情也是推行不下去的 当时我会同时会想 同时会想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真的民选的结果 和这种上面高层做出决定后的这个结果 他们的分别的利弊都在哪里呢 其实这有很多的例子 包括新加坡的例子 有一些假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 我们恩慈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 假如说有一个政策 政策的 有一个政策要做一个政策的决定 那么有一个精英 还有一个普通的民众 那么这个精英呢 他肯定他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经过他的阅历 经过他对于相关方面的一些了解 通过他对于来回世界各个地方去跑 各个知识的一个运用 他会做出他自己的一个决定 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民众来说呢 他会依照他自己的需求去做出一个决定 会想到如果是同一个候选人 是不是民众所选出的那个人 和精英所选出的这个人是不同的 因为精英和民众的思想体制 和他们的教育背景 和他们理解事情的方式 和对于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说一般我们这样理解 那么精英所选出来的人 他也许是对于这个国家 或对于这个组织必要有个长远发展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要给我选一个谁 对 说了这么久 要让我选一个 我想或许两个 不能够直接选择 因为很多时候 始终这个人是要代表民众的 他也得要了解民众的心 如果精英的话 他活在精英的圈子 他根本不知道 不了解到民众的痛苦的话 他只会在他的圈子里面 我觉得就需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可能就是 使用精英的人 就要在一个民意的人底下 就是我是一个很多人选出来的民意 我了解民众 但是我的 背后的智能 可能就需要一大半的精英 帮我去做这些策略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是选择民众的 还是选择精英的 推举出来的那个候选人 或者是你可以两个结合起来 既是民众推向出来的 也是精英同意的 所以可以最理想的 当然是两个都通行的状况了 所以现在你看 我们只是看事实的本质 这个事实的本质 看就是中国香港这个问题 那么这两个方向 一个是纯粹的民主选举 出来的一个候选人 另外的一个 我不敢说中国北方 北京方面这个高层 他们是不是精英 我觉得高层也可以民众推选 或者假装民众 或者怂恿一股人民 去把它推上去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说 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现在存在的状况 是北京这个高层 高层他推选出几个候选人来 这几个候选人肯定是符合 他们当局的一些意志和意愿的 首先是要爱国的 不能搞分裂的 其他的方面 也许他们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我们不得二知了 但是这几个方面 然后再由民选 把他选这几个候选人当中 再选出一个特首 是不是这个方式 也是有一定符合 一个 符合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既是精英的同意 又是公民的同意 可是如果你要 这个第一有了精英的同意 但是是不是有公民的同意呢 我就不太认同了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 要符合两边的话 可能当然第一高层可以提出一些意见 想要有哪几个候选人 那民众呢 也可以提供几个候选人 然后到最后再让大家一起来投选 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除非你认为说 大部分老百姓都是笨蛋 都不会选人 那可能就只会选这个 只能够这样子帮他们做主 因为他们都是笨蛋 我们已经选好几个 你只能在我们的选择当中 做出你的选择 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的方式 你看现在如果是公众脑方面的方式 他们会首先是一个民众普选 或是民主选举的一个民众普选 选出来的人的之后 其实在里边所透露出来的东西 他也是受到了高层的一些 包括他的菜单文化 他也是高层的一个 不同方面的一个意识的表达 这种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也许是中国他是明显的区分的两个块上 但是有的方式是把民众的民意和精英的意思 掺和在一起进行选举 没有分别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不过这个课题还是值得大家去讨论的 也可以去多思考 到底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国家 能够让一个选出最好 最适合的 应该没有说最好 最适合的领袖带领一个国家 不然的话 如果领袖不好的话 可能就带国家走向一个非常痛苦的状况 其实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很明智的 很具有民主精神的 那如果在一个国家没有民主的话 也是蛮难过的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这么久的冲突 终于有带来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消息了 就是埃及的官员宣布了 目前为止呢 就是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 已经同意埃及提出的方案 就是暂时在这个周二 就是前天晚上七天开始 无限期的停火 无限期的停火了 这个无限期的停火呢 他们达成了一些协议 你就包括在一个月后 将相讨以色列为加沙建立港口 为加沙建立机场 释放哈马斯的囚犯 还有哈马斯要解除他自己的武装 以及以色列同意 允许救援物资和重建材料运入加沙 极扩大巴勒斯坦于地中海 捕鱼范围至六海里 等等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所以就双方提成了一个 达成了一个停火的协议 这个停火的协议 据有关的这个分析来说 这个停火协议其实没有争取到多少 它所争取到的也就是在 在哈马斯在2012年 与以色列停火同样的条件 并没有延伸更多的一些 得到更多的一些利益吧 不过这个我还会想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有可能过后还会又再来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战争 因为之前都有这样的条件 可是后来还是开战了 对对吧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 也许是这些历史的一些问题 因为哈马斯他是 哈马斯大家在加沙 加沙也是属于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 那么以色列他也是一个国家 这两个不同的国家 为什么以色列是有这个权力 能够封锁加沙地带 这是我想知道的 因为加沙他也是 巴勒斯坦一个地方 巴勒斯坦自由通商 这是一个国家自由的 一个行政主权的问题 为什么会受到 受到以色列这方面的管制 其实我相信每个部 每个地区的民众 他们都想发展自己吗 你包括做生意也好 你包括进行其他的一些商业活动也好 避免不了需要和外国的一些人 进行通商 来发展自己本身的一些经济 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发展 但是如果一直是 以这个加沙地带或以色列 这个加沙地带一直受到以色列 这种加一种应该是封锁的话 那么加沙地带应该是 永远都不能够发展到 像咱们预期的那样的一个效果了 是或许不同的国家 他们本身的看法不一样 像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国家 有人认为不是 所以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的观念 所以也是 它确实是一个国家 它确实 巴勒斯坦它确实是一个国家 以色列也确实是一个国家 但是有些人不承认 有些国家不承认 所以确实有一些本身上的问题 对 有些也许说以色列国家 不承认巴勒斯坦建国 那巴勒斯坦人也不成立 以色列建国 以色列人复国的这些行为 但是毕竟一个事实是在那儿的 就是以色列这方面 它确实原来是联合国归属的 这部分巴勒斯坦的土地 以色列的人确实给占去了 是 但是这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 也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所以才会这个联合国的 这个秘书长潘基文才会说了 这次的和平的努力 没有触及到本质上的问题 所以未来的新一轮的冲突 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今天 其实也是请得庆祝的一个世界 终于是双方已经停火了 那么停火之后呢 你看看两方面的伤亡人数 有一个列表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联合国的调查 人道主义调查 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是从7月8日到8月26日的一个初步数据 在巴勒斯坦这方面 死亡的人达到了2101人 其中儿童有493人 父女有253人 男子有714人 总共的平民的死亡人数 达到了1460人 而在以色列这方面呢 他的平民死亡只有6人 他的士兵死亡是64人 如果相比到平民来说 还是巴勒斯坦这方面 是一个重大的人员伤亡呢 是1640对6个人 另外一方面被遭破坏和损坏的建筑物来说呢 也是不同城市 有不同的一些数据了 我们再包括你在下边看一下 这个除了死亡的这些人数以外 还有一些受伤的人 这些受伤的人 就包括3100名儿童受伤 这是主要是巴勒斯坦这方面的 还有超过1000名儿童 预计是永远的伤残了 其中是有47万5000人流离失所 其中29万人安顿在联合国的学校 是看到这样的消息 至少现在还有一个稍微停息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 还是非常多人员伤亡的 说的这个ISIL ISO的这个组织呢 其实我今天看到一些消息呢 说其实这个组织有来自 50多个国家的人士都前往 伊拉克这个部分呢 参与这个圣战 我们可以看到 印尼已经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了他们有 发现到有34名的印尼公民呢 加入了ISO 并且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 目前这34人呢 都已经被撤销了印尼的国籍 对 那马来西亚其实也有一些立场了 今天正式的给 像是应该说宣布了 所以我们待会呢 在国内新闻的时候 再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一个批判的角度看世界 给一个宽容的角度看他人 留一个舒服的角度看自己 你好 我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员 黄国辉博士 想了解更多 你一定要听 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当头 我是颜颜 就叫赵 我是恩西 好 天马行空 我们再继续第二段的一些国内新闻 刚才恩斯提到了 这个 ISO的这个组织 是不是有三个 大马人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呢 是 这个是透过了 这个Malaysia Insider的消息 不然是有待我们的这个政府方面做一个证实 不过呢 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ISIL不断的在招募人员 那包括用这个薪金啊 或者是用这个美女诱惑啊 等等都有 那现在有 根据这个Malaysia Insider的报导 说有三名大马的妇女参加了ISO 那主要的参与叫做性的圣战 那简单来说呢 性的圣战就所谓的未安妇了 就是奉献自己的身体 给这些去打圣战的人士 男性啊 提供性服务这样子的状况 嗯 对 这个性的圣战也是 这个极端组织的一个理念啊 呃 这个理念呢 他们就说 他们说 我们的男性是有圣战的 那么我们的女性依然是有圣战的 那这个圣战是什么呢 就是奉献自己的身体啊 来做未安妇 这就是性性的圣战了 对 这什么歪门邪论了哈 不知道 确实这样子的理论是有人相信的啊 是那种就极端虔诚的这一部分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那么这这三个这有关这些方面的消息是有关当局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证实的啊 不过现在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了 他说这三个大马妇女呢 他说一个是三十岁 呃 另外的两个呢都是四十岁 呃 其中一个是是去年十二月啊就到就到这个叙利亚地区了 那么这两名是四十岁的呢 像应该是今年四月份啊就与该组织就有这个极端分子是有关系有连来往的了 呃 其实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包括有一些有一些妇女 就是有一些女性参加这个组织 他其实在这个瓦哈比是一个也算是极端组织的概念 在2013年就有了去年 他就推崇 他有条件的不是每个女性都可以啊 一定是蓄尼派的妇女才可以参加的 而且好像是还是未婚的啊 是处女才可以参加 要求还挺高啊 那很浪费耶 对不对 那就是可是都三十四十岁还是处女的话 也是有点难对吧 他有两个方式选择 如果是处女的话直接就嫁给这个啊 这个圣战人士了 如果你不是处女的话呢 你已经有有有有不是处女的话呢 那你就当未安妇 类似的 那其实这个组织呢是通就是鼓励 推崇或者这是虚拟派的妇女加入这个圣战活动 通过提供这个幸福的方式来 鼓动圣战者的士气啊 就是在这方面给予一种精神上的呃 未老了所以刚才说叫为有像未安妇的概念了 是呃 其中这样的呃不仅仅是淡马 不仅淡马有就三个妇女刚才是列列明这三个妇女 也许还有其他人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对他没有说其他国家也会有 其他国家也会有 你包括澳洲 你包括英国的虚拟派的妇女也会参加这么一个组织 呃 其中你看像英国来说就超过六百名的英国籍的穆斯林 已经加入该组织了 有部分的妇女呢 也充当了这个姓奴 呃 那么其中在澳洲这方面也有超过一百名的澳洲籍的穆斯林也参加该组织了 呃 那么呃 在在大马这方面哈 有一个初步的估计了 说现在官方统计有三十名的大马人已飞往中东国家加入该组织了 那么据详细的一些数目来说 其实实际数目并不仅仅是三十名哈 也许都超过五十名的这样的一个人了 那目前这三个大马妇女已经被证 哦已经没证实 目前只有三人被 就是在叙利亚打战 之前的那三名就是被战死的那三名已经证实了 对三名是马来西亚人 因为之前有什么爆炸案啊等等 发现说哎 证实有三个马来西亚人在叙利亚中 叙利亚的这个战争当中身亡了 嗯 但是这三个魏恩夫还没有呃 就是证实 来自官方的证实 那这个是爆料引述大马高级官员 但是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警方说会在进行这个 确认跟调查 嗯 不然这个可能也会跟国家名誉有关 因为今天我们的首相纳吉也正式的站出来 说对于呃 认侦这个组织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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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大屠杀行为 并且呢是利用宗教的民意 却实行了恐そう 呃暴力恐怖之时的行径 嗯 你感觉非常的悲痛 那他也呼吁各个国际的社会呢 採取一致性的行动来防止这个暴行 对 那是不是可以再做更深入一点 比如说像像印尼的做法 直接把只要有参加这个 Eso的组织就把他们的国籍给取消掉了 用这样的行动呢 去也反对这样子的个暴行 其中之前呢 我们看印尼他也是很多加小心啊 对这个Eso这个组织多加小心 包括清真寺里面 是这些Eso组织成员孕育的温床 这个是不是大麻的关 有关的这些警方们 对各大清真寺 会严加去检查一下 还是怎样的有相关的一些措施了 不过现在确实是我们还是需要 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注意到 这样的问题的发生了 确实也是很危险的 威胁到我们自己本身 每个人的正常的一个生活安全了 所以我们再转眼看一下 另外的也是一个女性 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 可能也会被让人家觉得 这个行为造成公众的困扰 所以就被提扣了 被提手怎样提扣的 其实这个媒体放到非常大的报道 可能在中文圈里面 会觉得比较感受上面 有不厌的感受了 就在前几天 社交媒体就在传着这个照片 就是在医保的街道上 有这个男女模特儿穿着 三点式内衣的婚纱照 那男生就赤裸上身穿着一个长裤 打着一个小胞胎这样子的照片 那当然就引起了一些小轰动了 这样子 有人觉得他怎么穿成这样 走在路上 后来呢就有人报警 警方也来做个调查 那昨天看到非常快速的 解决了这件事情了 两人就被提供上 那医保的法庭也认罪了 那罪名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刑事法典 第268条文 公共骚扰下被提供 那也是在第290条文 底下被判决 就各罚款了400令吉了 他是不是明智实规呢 就是他理所当然能够获得这个判决 这个罪名下的判决 这罪名是公共骚扰 他究竟骚扰了没有公共的一些秩序和人的 我看到朋友开始在share这个新闻的时候 哎呀我以后还可不可以穿3.4的泳装啊 就是我有一些女性朋友就在写这个东西 公共骚扰可能当然用客观的 他们的客观的因素 可能要考虑当地的民族风情啊等等 当然另外也引起了一些轰动 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条文的成立 有各个的因素所在啊 但是就会让大家开始去思考 我觉得放在媒体的头大 应该是大头版吧 然后几家报馆都是放在头版上面 所以要造成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感受一下路人会怎样去感受这个事情 也许有一些夫妇 假如说女性 女性过来的话呢 她就会多看这个男的鸡眼 这几块大大的什么了 muscle muscle已经很大 六块腹肌 对很性感 哎呀很好看 不妨那是多瞄鸡眼的 是吧 应该是种福利吧 对吧 但是这个 但是如果是男性的话 就会多看这个女性 多看鸡眼 这身材多苗条啊 所以去报警的人是男士还是女士呢 应该是宗教人士 宗教人士 所以说大家都会 是不是男性和女性的这种多瞄鸡眼 就会打断了公共秩序 公共 因为毕竟是骚扰了我的心情嘛 我的心情会被这两个美丽的人给骚扰到 另外一方面 我会看到这些小孩 假如说小孩路边的爸爸妈妈 带一些小孩经过的话 看到两个人在这 你说小孩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跟小孩说他们要去游泳了 在大陆上游泳啊 走着走着去 哎呀 怎么会有课 加马如果 男生会感受嘴 我就是 加马早 早早早早 大家早 我是来迟一步啊 你去看这个内衣婚纱展是不是 我是想看内衣底下的东西 可是兔兵没有了 但是穿内衣都要被罚管了 还有内衣底下 那怎么样 坐牢了对吧 怎么说呢 这个是两个世界 甚至三个世界 是 就是说在同一个新闻下面 就是有不同的反应 就不同的反响 对吧 所以我贴了一个贴子 在我Facebook那边 就是说 你之前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你应该领会一下 这社会两个字怎么写 社会两个字怎么写 不同的社会怎么写 对对这社会就包含了很多 很多的这个元素 对吧 很多的想法 对同一件事情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生气也好 或者是说 开心也好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你只不过是社会中间一个想法 那以后还能不能够穿比基尼 能穿 我相信是能穿 很好看 可以在海边穿 走就好了对吧 只能够在游泳池跟海边穿 OK 在台湾 最近也出现一个 有一个人在地铁上行走的时候 也被拍下来了 他拍下来的就是一个女生 那女生呢 穿着很宽松的这个衣服 然后呢 也不穿bra 也不穿底裤 他就走出来了 而且这个裙子呢 还挺露的 这这开缝 就开到这个大 到了那个 到了臀部了 那个侧缝 就开到臀部了 然后这么一换 我就说 基本上这个乳房就露出来四分之三了 这个 这个点呢 虽然没有露出来 但是隐隐可见了 而且还凸出来了 所以 所以你说 需要描述的这么详细吗 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你的重点 咱们是广播嘛 人家看不见 只能用描述的方式嘛 OK 所以怎么样 光描述就让人兴奋了 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啊 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你 你注意看啊 就是很多经过的这个男生 特别是20岁左右的这个男生 他有生理反应 他不雅 他不仅你20岁的 他只要是男的都会有生理反应 你接触男的比较少 然后呢 然后呢 故事赶快说完 我很期待你后面会有什么 后面就是说 台湾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争论 就是说他该不该穿成这个样子走出来 对吧 我倒觉得还好 大家都是会用那个比较青色的眼光 看看开心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会 不会有太多 因为台湾其实很辣 我们只要在 如果去高雄肯定夏天的时候 满街都穿比基尼的女生 超辣的 他还不只是穿比基尼了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短片 然后人家 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竞选拉票 然后呢 那个阿伯啊 就在里面喝泉水 其实在台湾 这个老实说还算是有 其实我看过很多拜神的很奇怪的 也是那个男生只要给钱 就可以把头放在女生的胸部那边 享受一下胸部按摩之类这样子 在街头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有人觉得这个都无所谓 台湾不会 你是觉得无所谓 在台湾他们会有人谴责 但是不会有人去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是看到别人 你可以任意的评论 突然有一天你走到路上 看到那个人正好是你老婆 或者是你女儿的话 或者是你女儿 正在就是 你那个胸口上 正在有一个汉子在那边 按摩的 按摩的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这个不能够接受 日风 日下 是时风日下 所以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心态扭曲了 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无所谓 发生在自己身上来的话 那我就不能接受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双重标准 是 而且当然你要看说 如果穿着跟 刚才我就觉得 那个行为是有点过了 像你说的 就是直接是有一些 比较情色的动作 但如果只是穿着 并没有这样子的含义存在的时候 是不是会不一样 你看有很多种解释 比如说你是基督徒吧 那基督徒就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 这个 夏娃亚当 在偷吃禁果的时候 然后就 就突然就怎么怎么样了 就 烟到 对 然后然后为什么要遮羞 他都告诉你 为什么要遮羞 对吧 所以 你就说 他就叫你人是有羞耻感的 某些部分的这个东西 你是要遮掩一下的 但 有的时候我们说 可能一般 一般人 大家遮的程度不一样 有些要遮到全身 有些遮一半 对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 这个天主托 你有没有见过天主托的修女 有 对 她是什么打扮 遮的遮完 从身到下 所以你也看看这穆斯林 那是什么打扮 对 你就说现在 有些东西 你也很好奇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说在马来西亚有三个女的 去参加姓胜战 对吧 去参加姓胜战 所以你讲的 伊斯兰对这个东西 是相当保守的 对吧 但虽然你都包完了 保守 那你还是可以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做 还做这个新生战 这是有点扭曲吧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就讲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这个权势 是 就是说你 你穿比基尼也好 三点也好 脱光了也好 是 但你在房间里的时候呢 可能不对社会造成影响 嗯 但是你走出来户外的时候 那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影响了 嗯 当然那要看社会的氛围来 如果你今天像我穿的普通 但是如果我去到一个整个社会氛围是全身包完的时候 我也会引起不一样的状况 其实有些东西有很多很多的诠释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你 你你你你赤身裸体的哈 赤身裸体的在大街上走 嗯 你说没有没有啥 根本就没有啥 对不对 在西方的街道上 或意大利啊 或法国走 就没事 对 所以你说没什么 那个社会的氛围 我跟你讲 我在中国我还碰到过好几次 嗯 就是说 哎 有有同学就说了 你看那个变态变态的 那在那漏宝了 嗯 就就在这个女生宿舍的这个外面 他就赤身裸体的就就这样子 嗯 然后结果怎么样 结果报警了 嗯 报警怎么样 报警把那变态给抓起来了 嗯 那这个人的 他要裸的时候 你就说他是变态 所以我说 在那个社会范围 他裸就变态 可是他去的可能 意大利 像刚炎炎说的 那些国家的时候 可能裸就变得很 普通的事情 大家没管你 呃 所以说最重要是 你在的那个社会氛围的 氛围 还有文化 文化的容领 但是我还是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能够确保 是不是希望的这种文化观念 它是持久的 它是美好的 也是不是东方的这种价值观念 它就是不好的 它就是落后的 这还是去到一个大家去 个人各自的一个审思 不 我的认识是这样子 很多人在当初 我们讲的当初 他是很愿意很开放的 愿意很很这个放开的 但是到后来 他就趋向比较保守了 这越是开放的人 越是漏完的人 你注意到他 到了中年老年之后 他比一般的人更加保守 也相反的 越保守的人 到了中年老年就越开放 讲他讲对了 这个你就讲对了 这个话题 我们还有很多的聊的时间 我们不妨下周开个话题聊聊 也是挺有兴趣的 我爱我的国家 关注国家社会动态 从UrianFM开始 我是颜贝尼 共振党万绕区州议员 有梁段头 我是颜言 最高赞 我是恩赐 梁玛星空 我是加玛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农产品集市 去买点东西吧 是 其中呢 这个农产品集市 大马呢 就在 应该是在最近 在新加坡 设立了一个农产品的集市 那么在这个开幕仪式上呢 纳吉也出席了 包括他的夫人 也出席了 同时呢 在新加坡方面呢 李显龙和他的夫人 也一同出席了这个开幕的仪式 双方呢 还照了一张大的照片 感觉大家都很幸福和高兴的样子 我觉得它有好几个含义 第一呢 这只不过是 那个马来西亚农业部底下的一个农业发展局 叫Farma Farma在那边 新加坡的市区中心 它有四排的那个shopping lot 新加坡的shopping lot 其实不是太大的 挺小的 但是租金是超昂贵的 那个租金 那在四个shopping lot 里面就展示了一些马来西亚的农产品 还有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restaurant 餐厅 一个餐厅 那餐厅里面就可能就卖一些马来西亚的这个食物啦 等等的 就是在新加坡呢 就是推广马来西亚的农产品 那这么一个动作呢 其实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之间的这个农业贸易 农业贸易呢 一年呢 大概是有三三个 贸易嘛 你说马来西亚去到新加坡 对对 三十个亿 十二亿吧 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都会出口到新加坡去 对 其实是统计是三十个亿 十二亿美金 大概四十亿马币 对对对三十多个亿 然后呢就是这个点呢 预计呢大概是五个亿左右 就是这么一个点 纳吉去了 去到新加坡了 李显龙也亲自就是陪纳吉在招了一张这个全家福 你好 你说的是有全家福 当然了 这全家福 刚刚还听你说很羡慕李显龙呢 当然羡慕李显龙了 李显龙跟我们老大照相呢 当然怎么不羡慕呢 那羡慕李显龙还是羡慕纳吉呢 纳吉还跟李显龙照了一张相呢 就是李显龙是大哥知道吗 纳吉是大哥大 电话 大哥大是电话 大哥大 就是比大哥还要大 所以你看哈 如果如果是这个恩慈这个杯子 跟双方打比像什么 你不会把这个杯子比成李显龙 把双方打比成纳吉 聪明 聪明 加五分 会让我 大家只要戴着眼镜 都会大跌眼镜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从领土上是可以这么比 但是从这个人上面 就没有办法这么来比 但是对于马来西亚来讲 新加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农产品的一个出口国 因为如果新加坡不嫌弃的话 咱们还说新加坡 人家嫌弃马来西亚 如果新加坡不嫌弃的话 它的食物呢 一半应该可以由马来西亚供应 对吧 原产品的食物对吧 就是比如说水果啊 蔬菜啊 这一类肉类啊 这一类食物 就能够供应 那这样子的话 新加坡有多少万啊 现在有三四百 还是五百万人口吧 对吧 那五百万人口 也是一个相当于雪龙区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一个市场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市场 那对马来西亚农业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更有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新加坡人吃惯了 马来西亚的东西的话 这个马来西亚的战略地位 就在那了 但是会不 新加坡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吗 那我们就会有 好像一股仇吧 我们因为他们 如果依赖了马来西亚的话 那可能很多时候 有另外的一些谈判的部分 所以现在新加坡 就是开发在楼顶上种菜 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 对吧 所以是新加坡就建议大家 每家每户在楼顶阳台 就是种树菜 种水果 在自己的澡堂里面 这个养鱼 部分的香港人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地方比较小 就在楼顶上养燕了 或者种植一些蔬菜了 都在楼顶上去 是 还有养鱼也有 对 还有养蜂蜗的也有 在楼顶上 成了百花市场了 所以这个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怎么说都是阿邦阿爹吧 对不对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我们会 我们会也继续看住 看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 更多的一些贸易往来了 阿邦阿爹 来阿邦阿爹 会与两个国家 不仅仅会与两个国家 也会与两个国家的民众了 是 好我们再另外一部分看一下 今天的大新闻了 另外的阿邦阿爹 就是 就是卡丽的问题了 卡丽的问题 昨天苏丹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就督促一下 给各个政党督促一下 明年三个政党督促一下 这封信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说明了说 在9月3日之前 每个明年的三个政党 每个政党必须提名两个候选 至少是两名候选人 那么同时呢 对于这个候选人的要求有两点 第一个 他是穆斯林 伊斯兰叫穆斯林 第二个他是马来人 这两个要求 所以这封信就是 把这封信就是摆在了 公正党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的桌子上了 让大家自己斟酌该怎么去办了 对 所以你看 那天我还在说 咱们不够苏丹的那种 智慧 我们想象的东西 想变了 结果苏丹只用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截止日期 就是9月 下星期三 没有下星期三 9月 9月3号 下星期是9月了吗 对啊 哎呦 那就很快了呀 我还有 给了他一个月呢 哪有啊 我想成10月3号 9月3号就没有几天吧 对吧 下星期三就是了 这是截止日期 那这截止日期代表什么呢 呃 咱们诠释一下哈 嗯 截止日期可能是代表说 呃 你这一天 你还提不出两个名字来的话呢 就代表你自动放弃提名的权利了 嗯 是 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提了 那就是在我考虑之中 如果你不提的话 你过了这个日期 你再说什么 我我也不见得 非要考虑你的东西了 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 那我就自己做决定 现在公众党和行动党已经有提名了 就是一个一个人选了 网自杀了 那么 他是已经说了 你要给提两个以上 啊 但是但是 这个事情应该不完全会发生 因为伊斯兰党已经表示 他们会尊重 对 呃 苏丹的预令 他们会至少提名两个人 对 也就是说这个提名 它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它会出现 不是明年大家一起提名 它是每个政党各自提名 对对对对 但如果按照这个公众党和行动党的逻辑 就是说我们只提一个 对吧 嗯 第二个逻辑呢 是我们没有分公众党行动党和伊斯兰党 我们就是明年明年只提一个 嗯 但是你说 但是伊斯兰党有不同的说法 对 有一个不听话的小孩还在不听话呢 伊斯兰党不听话 这个伊斯兰党该听谁的话呢 他听苏丹的话 不听明年的话 不听明年的话 谁叫明年 他伊斯兰党本身也是明年啊 不听公众党的话 对 你应该说是伊斯兰党没听公众党的话 或没听二比一的话 公众党和行动党的话 对 伊斯兰党没听公众党行动党的话 但是大家是平起平坐的 不存在二比一 二比三比一的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 呃 你你行动党和这个公众党也要听伊斯兰党的话 对吧 所以呃大家谁不听谁的话 这也是正常的 民主吧 对吧 所以呃这个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呃 现在给他们一个截止日期了 从这截止日期看呢 这个伊斯兰党就答应了 我说我提两个名字 对吧 呃 然后呢呃那个谁都没说话 公众党和行动党还没有最后说话 但我估计还给要还给要等他今天可能要发表一个声明 我们也缺少这个智慧 也不能判断他的声明是什么样子 嗯 他可能继续坚持说是一个人 嗯 也可能他说啊就干脆我也提两个人算了 嗯 嗯 这是一 第二呢 从提名来讲的话呢 行动党他没法从自己那提 这一点没办法 是 因为刚才您说的那两条件 马来人穆斯林 是 这个他就只能在公众党里面和这个伊斯兰党里面 对于会不会提提名伊斯兰党议员的名字的话 目前伊斯兰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明 他他也没有明确表明 所以今天今天伊斯兰党这个秘书啊表明了 他说伊斯兰党会提成尊重苏丹的意见 提成两个人选 但是他不会提成伊斯兰党内的人选 他只会提名公正党内的人选 他认为雪州 谁说这个话 谁说这个话 来来来做出 谁说这个话 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这个人 人家给我找那个无名小卒说这个话 可能这个是后来出来的 因为我看到说还没有没有 还没有确定意见是来自于伊斯兰党总秘书拿督穆斯达发 他说还有待党中央决定 这个穆斯达发呢就讲话 就可以代表这个伊斯兰党 剩下的他代表不了伊斯兰党 他就是这小小卒 他爱怎么说他怎么说 就是斯达发 他的总秘书 伊斯兰党的总秘书 他说什么 他就刚才我所说的重申 伊斯兰党说要至少提名两个雪中大臣人选 但是这两个雪中大臣人选 只会从公正党里出不会从伊斯兰党里出 那那可能应该是对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伊斯兰党可能会他坚持他自己的道理 就是他上次如果他提两个人民的话 他应该是提的什么呢 应该是提的汪阿吉萨跟那个 阿斯敏 阿斯敏两个人 对吧 他会提这两个人 但你们觉得这两个人对于这个公正党和那个什么党 行动党来讲能接受吗 阿斯敏 那最主要是不是苏丹接受呢 因为如果各自提名的话 那如果苏丹预令下来选择阿斯敏的话 应该其他人也没办法 不不不不 做什么事吧 我是说他们能够提跟那个伊斯兰党相同的那两个人吗 我是说他们自己本身也提出名字啊 不过如果对于公正党来说 就如今天我们的课题一样了 卡丽辉去华格雷奔了